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自己要走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 当然我们也很渴望和别人来分享 使别人得福是这一系列分享的一个主题 而这句话是从 如果你有印象我们之前分享创世纪亚伯拉罕他们的一家四代的这些生命经历的话 亚伯拉罕他所经验的一件事 神给他一个祝福我读给你听好吗 他是这样说 他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要叫你的名为大 大国大福大名 享受这么多恩典 他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这是一个最大的祝福 那个最大的祝福就是 不只是我自己享受祝福 我可以跟别人分享 不只是我每天活在上帝的爱和恩典里 我多希望在我周围的人也可以跟我们一样 每一天都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不只是自己享受 而且可以分享 有一首诗歌它里面有一句话说 分享的恩典加倍得多 其实那个是一个快乐 你很快乐说 哇 好像昨天跟你分享 我遇到了一个很棒的一生 他让减少了我在化疗的过程当中 很多的不舒服 以至于我就是很想跟别人分享 其实我分享了之后 他减少一点也不舒服 我自己有什么 没有 可是你就是快乐 因为你看到 你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而这个最大的一个关键 我可不可以分享 我可不可以使别人得福 有一个很大的关键是 看见别人的需要 如果我看不见 我生病了 我得医治了 我很开心 然后我每天过我自己的日子 周围的人的一些需要 我不在乎 看不见 那么我大概就不会愿意 跟别人分享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 自己活在祝福里 我也祝福你 每一天真的 享受从上帝来的爱和恩典 但是我也求神帮助我们 不只是自己享受祝福 愿意分享 分享给谁呢 分享给那些 你看见生命里面有需要的人 求上帝开我们的眼睛 看见我们周围的人的需要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